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四年 蔡英文执政下的台湾可以说是困窘交加 按照正常政治逻辑 蔡英文和民进党完全没有获胜可能 可结果却截然相反 虽然执政糟糕透顶 但仅凭借外部风吹草动之势 进行一些意识形态操作 蔡英文和民进党就能在短短一年翻盘 这意味着台湾政治已经彻底愚民化 最后一丝理性都已经被群盲主义的末日狂欢所取代 随着民众已经被虚幻的反中情绪冲昏头脑 连可以预见的未来惨淡困境都盲人不知 台湾内部政治也由此进入到了死胡同 再无转环回旋的空间 而另一方面 矜持一战 国民党再一次充分印证了自己四分五裂的基因 印证了它烂泥腹部上墙的属性 此战过后 在情绪化的岛内政治氛围下 国民党已成重中枯骨 再难有翻身的可能 民众群盲化 台独显性化 国民党和蓝英哲气数善进 未来难再成气候 这种格局意味着从现在开始 民进党在台湾已经没有对手 其实执政可能会长期化 面对这样的台湾 接下来的大陆会怎么办 首先要明确的是 民进党执政与否 并不影响台湾必被光复的结局 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否光复 从来不就取决于某一方面的意识 而是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 以大陆今日之实力 已经完全具备了在任意时刻收复台湾的能力 无论每日是否干涉 都不会改变这个结局 所以台湾光复 祖国统一 这个是没有悬念的 有悬念的是台湾何时被光复 以及大陆要为此承担多少成本 这才是这具其的本质所在 就大陆来说 在台湾光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 它其实是不介意把光复时间再往后退一段的 毕竟大陆虽然具备了光复台湾的实力 但现阶段它对台湾光复后的国际形势变化 尚缺乏足够把控力 不足以以确保形势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眼睛 所以出于成本控制考虑 大陆是否可以容忍赴台时间稍作拖延的 但这种容忍是有底线的 底线就是台独 如果台独过于泛滥 那大陆的惩戒势必加剧 而如果台独最后成为现实 那大陆势必不惜任何代价 启动武统 而现在这种趋势正随着民进党的一家独大 以及蔡英文当局的极毒政策而骤然加剧 所以接下来大陆对台政策势必发生重大调整 尿以前大陆对台湾总体来说是恩威病师 而以恩为主 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台湾政治尚未完全计划 所以还有相对温和处理的空间 而另一方面 则也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量 毕竟中国政府一直是将台湾 作为自己国家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 虽然现在依然割据 但随着大势推进 早晚回归一统 归于这种思路和框架 大陆犯不着过度打击台湾经济 甚至还可以加以保护甚至扶持 毕竟不管台湾人现在愿意与否 将来回归都是注定的 所以台湾的经济和产业 迟早都会拉入中国经济的整体框架中来 这就是之前的对台思路 说白了 这也是一种性价比考量 经济惩戒虽然在技术层面并不难 但毕竟需要消耗资源 大陆对台湾残于本土产业链的取代 虽然可以做到 但也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 最要紧的是 既然台湾最终免不了要回归 那这种做法从长远角度看 也就成了一种自我的内部消耗 和重复投入 实在是没必要 但现在不同了 台湾政治已经彻底极化 群盲思维主导下 大多数民众已经彻底余化 这种政治变化 使得两岸和平统一的风险骤然加大 政治成本大幅抬升 而这种变化 不仅使得温和处理的空间严重缩载 也使得政治风险的上升 超过了经济上的性价比考量 所以温和处理或将成为历史 成本控制的尺度也大幅放宽 虽然NV病逝的大框架依然会延续 但视为将取代施恩 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的首位 通过相应的惩戒 让台湾绿色渔民 为自己的疯狂付出代价 竟然让他们清醒 即便不能清醒 至少也能降低他们对大陆 叫嚣的底气和本钱 接下来ECFA停止式大概率事件 大陆半导体和电子产业的资本投入 以及对台产业取代也将加速 同时大陆也会利用自己产业集群 资本市场等方面的绝对优势 对台湾经济的最后支撑 半导体和电子产业加速红锡 潜入大陆的资本产业和台商台老 可以享受优惠待遇 坚持拒绝的 则会在这种不对称的竞争中 自然而然的落败衰亡 台湾经济在未来的加速坠落 已经不可避免 当然有些人会有这种担心 这会不会加剧台湾绿色渔民的反中情绪 这个确实有可能 但即便没有这些措施 台湾渔民现在的选择 也已经超出了大陆容忍的底线 大陆之前的温和本来就是有条件 有前提的 既然这个条件和前提被台湾渔民自己突破 那大陆也就无需再多考虑他们的感受 而且从长远看 这有利于反向培养台湾渔民的正确世界观 岛内渔民之所以狂博 很大程度上无非是基于一个认知 即他们能够扛住大陆的打击 在跟大陆对着干的同时 还能把日子过下去 甚至过得更好 这个其实对两岸经济态势稍用理解的人都知道 是很可笑的 但问题是懂得人知道可笑 不懂得岛内渔民不知道 以前大陆从多个渠道对台输血 这其中是有直接的 也有间接的 直接的比如观光业可谓逆竿见影 而其他的比如通过对台湾企业和产业的予以照顾 这个岛民感受就不深 而后者才是输血的大头 所以除了观光业 渔业 农业 等少数行业外 大多数人对大陆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影响力 认识并不深 这也让他们敢于狂妄 而接下来这种幻想将被陆续打破 来自大陆的产业替代和资本红期 将逐步瓦解台湾经济的最后底牌 在这个过程中 绿色渔民将直接而深刻的领悟到 反中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们会惊讶发现 即便他们现在颇为不满的22k起薪 即便是他们维持最后安逸的小确幸 其实都是仗着大陆的恩惠才能享受的 接下来他们将连22k的工作都找不到 连开个咖啡馆玩小确幸 却没有足够的人来消费 他们会发现什么健保养老捷运 所有社会公共福利 都会因为大陆输血的中断 以及产业的惨遭红吸 而日渐稀薄 无以为继 只有让绿色渔民 普遍的深刻认识到反中的惨淡后果 他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的狂妄 实际上又多么余不可及 才能培养出正确的世界观 了解自己究竟有几星几两 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担心 这种做法会不会让台独彻底引爆 而使大陆被迫提前武统 这个可能性理论上确实不能排除 但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觉得可能性其实不大 原因很简单 台独要完成林门一角 势必要通过公投 而是否公投 必须经由府院的批准 所以台独是否能成 其实决定权依然掌握在精英阶层 以及他们身后的美国手中 真正决定台独的 不是傻了巴基被人当枪使的绿色渔民 他们只有在别人需要的时候 才被拿出来当枪 不需要的时候 他们连当枪的资格都没有 而是民进党当局以及美国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美国和民进党的当局 会不会推动台独引爆 首先说美国 对美国来说 台湾本质上 不过就是牵迹是中国的一颗旗子而已 所以是否同意台独 并不在于台湾的自身利益 而在于美国对华战略态度 鉴于台独 并引发大陆武统 进而引发东亚 来自整个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 这样的今天大变局 美国势必要放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 予以全盘战略考量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 美国是否批准台湾公投 实际上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定位 具体一点说 就是是否要与中国开启冷战模式 如果美国决定跟中国冷战 那台湾就是最好的冷战营爆裂 如果美国不愿意 那台独这个定时炸弹就绝不能点燃 那么美国会不会跟中国开启冷战 或者说未来十年内 中国会不会走到冷战的地步 从大事上来看 再过十到十五年 大陆赴台准备就已经完全就绪 即使台湾将失去作为战略引爆点的价值 这一点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至少从当下的形势发展局势来看 美国对华战略意志 虽然会逐步加强 但要距离冷战 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 毕竟冷战也不是那么好打的 所以说美国实力确实强过中国 但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拖垮 美国自己也得拔掉好几层皮 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即便美国最后取得胜利 但这个过程中 他的血也会流干 最后有可能会像两次世纪大战中英国一样 取得了胜利 压倒了最大敌人德国 但自己也尤禁灯枯 不得不将全球霸权拱手让人 这种疲弱世事的胜利 无疑不是美国想要的 何况就连这 它也未必就能实现 再加上中国从未表现出苏联式的攻击性 从未试图压倒美国 而且即便现在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 中国还是尽可能的战略忍然 尽可能的维持中美经济捆绑 这种情况下 虽然美国对华鹰派影响力 近年来确实在日渐加强 但在是否要把中美关系 拖进冷战模式这个战略命题上 美国离下定决心 其实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只要美国没有决定开启新冷战 它就不会允许台湾制曝 而在10年到15年之后 随着中国实力进一步增长 以台湾的有限分量 就已经不足以再承担 作为战略引爆点的重任 到那时 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 就会大大降低 中国完全可以通过 与美国谈判 以及利益交换等形式 实现对台湾实际控制权的和平接收 当然美国允不允许 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在台独是否引爆的问题上 台湾当局其实也是有处置权的 至少在理论上有 那么民进党会冒这个天下之大不为吗 我们觉得可能性不大 别说没有美国支持 民进党绝对不敢 就算美国真要他这么干 民进党当局也未必敢捅破这个马蜂窝 不错 在奔向台独的路上 民进党当局确实会一路加速 毕竟对于无法挽救经济的他们来说 操弄意识形态是果一的救命到早 但真要这灵门一脚 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现在的大陆在技术上 已经完全具备了随时赴台的能力 无论每日是否干涉 而台湾的孤岛地理格局 决定了一旦梧桐启动 全岛上下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在未经大陆允许的情况下出逃 换句话说 台湾政客想流往海外都找不到路线 这就很可怕了 一旦台独成为现实 这意味着大陆将立刻启动梧桐 鉴于这种模式下 大陆将为赴台付出更多成本 所以所有台独政客 尤其是当局民进党的领导人 以及在批准公投决议中 投赞成票的名义代表 都将受到严厉惩罚 考虑到台独公投与武统 几乎是无缝连接 所以作为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这拨人想流往海外都做不到 如果他们提前跑路 那再傻缺的绿色渔民 也会明白自己被出卖 其实不仅公投会失败 民进党在台湾也再无法立足 所以到时候 他们必将会被瓮中作鞭 沦为阶下囚 接受严厉的惩罚 这个就不太划算了 其实绿色大佬们也不傻 虽然绿色渔民妄想自己能扛住大陆武统 但作为政治精英的民进党政客 绝不会这么天真 只要宁门一脚步踢 游戏就没有被玩死 他们就还可以继续在岛内吃香喝辣 可真要把最后的宁门一脚踢了 那他们就注定沦为阶下囚 未来的岁月里最好的结局 也无非就是在大陆的某监狱里 一边刷厕所写地板 一边做痛改前非状的高亢社会主义好 两种选择 孰有孰利一目了然 基于这种逻辑 民进党政客虽然会在台路的目路上急速狂奔 但最后拉到底先其实他们未必敢破 别说没美国人支持他们不敢 就算美国人真的受益 他们多半都不敢执行 毕竟武统一旦启动 美国根本来不及救也救不了 真皮极了 说不定大批民进党大佬甚至会提前逃亡大陆 毕竟除你美国旨意的话 也许只有赶到大陆投诚反正 才会有一线生机 这就是政客思维 现在的台湾没有政治家 只有政客 而政客注定是人不畏己天诛地面 这样思维主导下的民进党人 是干不了台独这种超家掉脑袋的买卖的 中上所说 随着台湾政治的极化 以及蓝营势力的全方位溃败 民进党在岛内已经债无自走 接下来势必在台独道路上孤注一声 只不过基于被武统的恐惧 民进党踢爆台独最后底线的可能性并不大 美国在不能下定冷战决心的情况下 也同样不会允许 这种情况下 接下来的台湾将是大陆与民进党的正面交手 大陆势必会用经济 政治等多种手段予以强力施压 对导流渔民进行世界观的全方位改造 让他们认清中国 认清台湾 也认清自己 而民进党对此无法证明相抗 所以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极端煽动 竭力挣扎和顽抗 那么这场新博弈 谁能获胜呢 物质决定意识 存在决定认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唯物主义 其实早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只不过前途虽然确定 但道路必然曲折 而这个过程中 台湾绿色渔民的生计和福利 恐怕就要伤筋动骨了 不过路是他们自己选的 所以也怨不得别人 最后引用无间道众的一句话 作为本期的首尾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